《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是一本掀开曲折真相 阐述残酷历史的书 委内瑞拉总统 在美洲国家高峰会上 将这本书送给美国总统欧巴马 全球重新探讨 被新咒殖民主义剥削的 《拉丁美洲》 同胖的功法都是用大开口式的 慢慢深入地表 这样子深入 挖一个洞一个洞的 所以被切开的血管 讲的是真的是 恰到这样的一个悲惨的事件 丰富矿产及富饶的土地 却带给拉丁美洲悲惨的命运 不到半世纪 加勒比海大概在35年左右 加勒比海的原住民几乎灭种了 它是一个全球化的 第一个实证的实力破坏 灾难跟掠夺 没错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重新省思戈伦布 发现新大陆之后 拉丁美洲的苦难 每周一至五锁定UDN TV 异想世界